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在这儿呢 我们要说一下呢 人民币对日元的状态 就是说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呢 日元最近啊 暴跌 而且呢 它跌破了一些历史关口 主要是呢 心理关口 就是说一块钱人民币呢 可以对多少呢 二十日元以上 这日元和人民币的 人民币的关键里头呢 如果往前推的话 也要推到呢 上世纪了 就是说曾经的话 当时人民币奸挺的时候 就接近六的时候 可能对日元呢 有一度 但是很短暂 如果说长期化的呢 就是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 而且呢 你要如果是算黑市价的话 实际上这个 基本上就没有 就是说人民币对日元的 说是叫对日元的大幅度升值 我们不如说呢 是美元对日元的大幅度升值 我们人民币呢 现在还是跟紧美元的 但是日元呢 跟美元的比值呢 会造成了很大的差别 而且当年呢 日本一直在说 安倍经济学的时候 就在说啊 我们的日元呢 原来从70多一下 贬到120 他说的话 那安倍经济学 让日本经济发展 但实际上这时候 你回看一下 可以知道什么 日元的贬值 对日本来讲 它实际上是国际GDP 国际经济地位的极大下降 也就是说 在十来年前的时候 中国是GDP 刚刚超过日本 而现在呢 中国GDP是日本的三个多 这个能是三个多的 除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汇率 也就是说的话呢 你把汇率呢 跌了以后 最后你的GDP呢 你按照他国货币 去衡量一下的时候 你的GDP没有涨 所以这时候啊 就是你要知道 很多人在说 你这个货币可以贬值啊 贬值促进出口啊 我跟你讲 说这话的时候啊 你就倒过来看一下 中国和日本就行了 日本现在日元贬值了 而且日本的主要出口 我们要告诉你大家啊 主要出口是出口给中国的 也就是说的话呢 日元贬值了以后 它的出口呢 主要是卖给中国的 别看我们的外贸啊 都是顺差 但是我们对日韩这些国家 可都是逆差哦 对吧 日本有大量的东西 已经卖给中国的 你卖给中国了以后 出境出口了吗 其实看这个话的话 我们其实我们中国人挺高兴的 买日本货便宜了嘛 对吧 同样的东西 我买你的话呢 我更便宜更低价 所以这时候你再回看一下 这事儿倒过来回看一下 在中国那边来回忽悠的说 促进出口的 因为人民币一贬值 这促进出口呢 能赚钱的 这些人是什么人啊 都是外贸利益集团 外贸的话 你可以注意一下 当年中国谁能搞外贸啊 这背后是什么人 这些大家都可以明白什么 这外贸利益集团 怎么去把持着中国的利益 其实从日元贬值 我们倒过来看看中国 首先第一个 第二个呢 日元的为什么会贬值 那就是跟美国的差别 跟美国的差别的关键在哪 像日本比中国呢 讲它的资源的对外依赖更大 而资源的对外依赖呢 资源的涨价 那对它来讲 就是本国的货币就是有打压的 不像说美国的话 它除了是世界的金融强国 它也是世界的资源国 现在美国的成品油 已经变成了成品油的进出口国 就是扣除它用的进的等等等等 它是进出口 就等于跟石油相关的 对吧 你这样把美国看完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看日本的话呢 它大量的资源 中国为什么现在能跟住美国 那是因为中国的制造业 还是世界工厂 而日本的制造业都外迁了以后 它对它的国家 它立国靠什么 它是要这个日本呢 它也开始了 对于美国来讲 它有一定的空心化 但是日本 它是要它还有一定的制造业 有一定的高科技 对吧 它的原来非常领先的高科技 受到了一些问题 但是它日本的 其它的次一点的这些高科技 还是影响很大 比方说的日本的这些机床啊 纺织机械啊 还有呢日本的汽车啊 在全球卖的也很好 对吧 而且包括呢 它的汽车里头 它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的汽车的零部件 可能卖的更好一些 对于半导体呢 它也有工业底子 把这些事都看一下呢 就会明白呢 这个日本呢 它还占据着一定的科技的高端 所以它还能维持着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呢 在这一轮资源上涨的时候 对它是有压力的 而我们看呢 日本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能看到什么 就是我们的人民币 能够不贬值 是有巨大利益的 而不是说 人民币贬值了以后 就是什么 出进出口 出进经济 什么等等等等 相反 如果我们人民币 能对美元再升值的话 实际上对于这个 美国的压力是巨大的 所以美国老说 中国什么操纵国 什么什么 你不该什么什么 然后一堆人呢 都不愿意人民币的升值 现在人民币的升值呢 对于外贸的出口集团 它是有损失的 对某些人的利益 是有损失的 但是呢 对于国家的利益 是什么样子 所以在国际上 这个汇率战啊 现在到处的声音 都是贬值 有好处 贬值促进出口 实际上这个 在货币竞争性贬值的时候 你可以注意到 大家虽然说是货币的 购买力竞争性贬值 但是谁都不想汇率上贬值 贬值的是购买力 贬值的不是汇率 一定记着这个话 谁的在汇率上 最后贬值了 实际上是被踢出竞争者 虽然说现在大家都在印钞 都在竞争性贬值 像美联储的加息 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也是维持着美元 他要在世界上 他虽然说印了钞 在贬值 在通胀 但是他要维持着美元 在世界上的汇率的坚定 你可以看到美元呢 现在美元指数一直往上涨 而日本呢 其实他是最早开始QE的国家 他的印钞来维持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维持不住了 他加息也不是 所以现在呢 日本的这个汇率的贬值 对他的国家的是 整体的信用的下降 那么日本呢 跟着美国混 被美国这个吸血 可能的话有些事呢 日本也该想想了 但是对他来讲呢 他这种二战的战败国地位 想改变呢 不容易 而且呢 他的人口老龄化 他的男女关系的不结婚 什么这些问题 都影响到了中国 其实日本就是我们前面的镜子 对吧 包括他们的教育呢 最后我的孩子都躺平了 日本是教育最减负的 最后留下一个话 叫平成废财 但是现在呢 中国也有些人 就是让中国呢 高速的跑在日本失败的道路上 其实这些人到底是什么 都要多想想 谢谢大家 今天这话题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